好,各位同学,那么之前在给大家讲这个主的概念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了一些Pathom里的相关主的表示方式 比如说这个列表,再比如说原主,还有我们的集合 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些关于主的相关操作和名词 这里我们引入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叫做可迭代对象,另外一个叫做迭代器 什么是可迭代对象呢? 凡是可以被for-in循环来变利的数据结构都是可迭代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的列表,原主和集合,它们就是可迭代的对象 可迭代对象呢,英文叫做Eterable 可迭代对象很好理解,那么这个迭代器又将如何理解呢? 关于迭代器,大家要把握住两点 第一点,迭代器它是一个对象 也就是我们说的class 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说你自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class 默认情况下面,它可以被for-in循环来变利吗? 不可以啊 那假如说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定义的这个class A 可以被for-in循环来变利,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class A 变成一个迭代器,就可以被for-in循环来变利了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可能需要直接便利这样的一个自定义的class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A改一下,让它有一个实际的意义 我这里定义了一个book书这个对象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面书它是不需要被我们直接便利的 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它也不是一个组的概念 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想一想啊 如果说我要表示一组书怎么办呢? 我可能会定义一个book connection这样的一个类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book确实不需要被便利 但是book connection表示这样的一组书的时候呢 这个对象啊 或者是说这个类呢就有可能是需要被便利的 如果说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类啊 它没有被实现为迭代器的话呢 是不能够直接被for-in循环来便利的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迭代器的第二个特点 由于呢迭代器呢是可以被for-in循环来便利的 所以说啊迭代器呢 它一定是一个可迭代的对象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可迭代对象是一个迭代器 这句话正确吗?不正确 可迭代的对象并不一定呢是这样的一个迭代器 比如说呢这个列表它就不是一个迭代器 它只是一个可迭代对象 迭代器呢英文里面呢 我们称作Iterator 那如何把一个普通的对象变成一个迭代器 可以让它被for-in循环来便利呢 只要我们在这个普通的对象下面呢 实现两个内置的函数 一个呢是这个Iter 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实现一个Next 只要我们的一个类实现了这两个方法 那么这个类呢它就是一个迭代器 同时呢它就可以被我们的for-in循环直接来便利 下面我们来完整的实现一下我们Bulk Connection啊这样的一个迭代器 我们首先呢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定义一个实例的变量save.data 这个save.data呢表示的是一组书啊 往事只能回味 这里呢我们有三本书 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外边呢使用这个Bulk Connection的时候呢是可以便利这个Bulk Connection的 for-book-in-books 然后呢print-book 但是现在如果你执行代码的话 我们的代码肯定是会报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Bulk Connection啊 只是一个普通的对象 再次强调 普通的对象是不能够直接呢被for-in循环来便利的 我们还必须要实现Iter和Next的这两个方法 实现完成之后呢 Bulk Connection呢才变成了一个迭代器 那么我们看一下for-in循环 for-in循环内部的实质在于啊 它会不断的去调用我们的这个迭代器里面的Next的方法 每调用一次Next 我们的迭代器呢就需要返回一项数据 比如说呢第一次调用Next的时候呢将返回往事 第二次调用呢需要返回智能 第三次调用呢返回这个回味 最后如果没有数据返回了 那么我们必须在Next里面抛出一个异常 表示这一次的迭代呢已经结束了 数据已经全部返回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在Next这个方法里面实现我们刚刚所描述的逻辑 在我们刚刚的这个逻辑里面啊 每调用一次Next的呢都将返回列表里面的某一项数据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变量呢来记录当前返回的这个数据的序号 默认情况下面呢这个变量呢我们把它定义成0啊 每调用一次Next呢我们的这个CUR变量呢就将加1 当我们的ForIn循环第一次调用Next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啊直接取出这个Self.Data上面 对应的所以序号的这个数据 并且呢再把这样的一个R啊 我们得到的这个书名呢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当取出了第一本书的书名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啊把我们的这个序号加上1 这样呢下一次再来取的时候呢 才会取到第二本书的名字 也就是说呢每调用一次Next 我们在取出数据了之后 都要把当前的这个所以呢加上1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特殊的情况啊 你的这个CUR不断的加1加1 那么总有一天呢 它是会超出我们的这个列表的所以范围的 所以说我们呢要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 我们在前面呢需要做一个判断 ifSelf.CUR 它呢是大于等于我们整个这个列表的长度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执行后面的这些代码了 直接呢在这里呢抛出一个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我们要抛出的是StopIteration 一旦FullIn循环在调用Next的时候 它接收到了一个StopIteration的这个异常呢 它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列表的便利呢已经完成了 它就不会再继续调用Next了 好Next的代码呢我们已经完成了 接着我们要来实现Iter啊 Iter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里面啊返回迭代器自身 也就是我们的Self 因为我们呢现在BullConnected呢 它已经是一个迭代器了 返回自己这个迭代器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一个普通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迭代器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的FullIn循环成功的把我们的BullConnected的数据呢 都给它取出来并且打印出来了 对于迭代器啊 我们除了可以用FullIn来便利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调用Next的方法 一个一个的从我们的迭代器里取出相应的书籍的名称 比如说呢我们Next的 然后呢Box这个呢是调用了一次啊 我们连续调用三次 好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运行我们的代码 它将打印出同样的结果来 我们可以对迭代器呢来使用Next的 但是呢你却不能够对列表或者是原主呢来使用这个Next的啊 因为呢列表和原主它们不是迭代器 关于迭代器呢我们再看它的一个特性啊 我现在呢已经便利了一次 我们的这个迭代器Book Connecting 便利完成了之后 我再一次的便利 那么这两次便利的结果会是一样的吗 大家下去后可以自己运行一下 这两次FullIn循环呢只会执行打印第一次的 第二次呢不会打印出任何的结果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迭代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一次性 第一次呢便利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迭代器给用完了 第二次呢在便利的时候呢是不会再打印值的 那这个呢其实就和我们的列表原主呢是有区别的 列表和原主呢无论你便利多少次啊它都会打印出相同的结果 那如果你想多次的便利这个迭代器呢 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实力化一个新的Book Connecting 然后呢第一次呢你便利的是Box第二次呢你便利这个Box一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可以打印出两次FullIn循环的结果来 或者说呢还有一种方法 假如说呢你不想实力化一个新的对象Box一的话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个Box便利两次呢 可以啊我们可以呢用这样一个对象的拷贝 把Box呢拷贝到另外的一个对象去 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Box下滑线Copy 在Python里面如果我们要做对象的拷贝 或者是复制的话非常的简单 Python呢有一个内置的模块叫做Copy 那么在我们对Box这个迭代器进行这个便利之前 我们首先呢把Box呢先做这样的一个复制操作 复制的方法呢就是Copy点Copy 然后呢把我们要复制的对象呢传进来Box 这样呢我们就复制了一个新的对象啊 Box下滑线Copy 好复制完成了之后呢 第二次便利的时候呢使用这个拷贝来的这个新的Copy对象 同样呢可以实现便利两次 关于这个Copy呢我们简单说一下 Copy点Copy啊这个呢实现的是一个浅复制 或者是浅拷贝啊如果说我们想实现深拷贝的话 应该用DeepCopy 至于说什么是深拷贝什么是浅拷贝啊 大家下去之后呢自己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就不再展开讲解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生成器这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呢提到过也使用到了 当时呢我说让大家先放一下 后面我们再来讲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生成器呢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段程序啊 这个程序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打印从0到1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要实现这段程序呢我们很容易想到用我们之前小节里面说讲到的这个列表推导式 忘记的同学呢再去复习一下 那么我们在定义完这个列表推导式了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辨历N这个列表的forI inN 然后呢print这个I 现在呢让我们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现在呢就成功打印出了0到1万所有的数字 这样的一段代码呢确实可以实现重续的功能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啊 非常的消耗我们计算机的资源 比如说内存 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N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列表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先暂时呢把下面的打印呢给屏蔽一下 我们看一下N到底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N呢它是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的存储呢是需要消耗我们计算机内存的 假如说我这里要打印的不是0到1万 我要打印的是0到1个亿 那么大家想想啊 我们的这个列表要存储多少个数字啊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实现这个程序的功能 就是打印出0到1万 同时呢它又不需要把这些0到1万所有的数字呢 都存储在我们的计算机里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生存器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之前说迭代器啊 迭代器呢是针对一个对象来说的 但是生存器呢它是针对一个函数的 我们现在呢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我们叫做JEN 这个JEN呢接受一个参数MAX MAX呢指的就是我们要打印的数字的上限最大值 在下面呢我们定义一个N 让N等于0 接着呢我们用well循环 我们首先呢需要给well循环一个条件 如果说N呢它是小于等于最大值MAX的 那么我们呢就打印这个N 打印完成之后呢我们记得要把N要加上1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调用一下这个JEN 然后呢我们传入我们要打印的最大的这个数值以外 我们现在把上面的这个Print呢先给注释掉 我们现在呢运行一下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实现从0到1万的打印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写法的优势 不同于我们之前首先呢把0到1万 这1万0一个数字呢全部都存储到列表里面 再一个个的打印出来 这种函数里面的实现方式呢 并没有直接存储我们的相关的数字 对不对 我们这里呢实际上是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法 每一次让N加1啊 从而实现了这样的一个0到1万数字的便利 它并没有去过度的消耗我们计算机的内存 因为我们每一次打印的都是一个实时算出来的结果 而并不是呢预先把所有的数字呢都存储起来再打印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它并不是生成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实现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函数的问题在于啊 它实现的目的啊太过于特殊了 它就直接在函数的内部啊 把0到1万的数字呢打印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这里要打印数字只是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举例啊 假如说呢我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打印这1万个数字 而是呢要得到这1万个数字 然后呢用这些数字呢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呢 所以说我们在函数的外部啊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的真实的目的在于啊 我只希望函数你返回给我0到1万个数字 但是呢这0到1万个数字我怎么用 你不要管 你更加不应该在这个GN函数的内部呢 直接打印这个数字啊 如果说我想打印的话 那么其实呢我是应该在外部来打印的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呢我不是呢想去print打印数字啊 我也有可能呢是要把这1万个数字取出来 然后呢再把它们加在一起求这个和 所以说这个函数呢它解决了我们的性能问题 但是呢它并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要改写一下这个函数啊 很多同学呢很容易想到 既然你不让我在内部打印 那么我们就不打印了 我们直接呢把n返回回来 可以吗 好这样写了之后呢 你可以再次的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啊 你看一下它打印的结果是多少 它只打印了一个1 为什么呢 一旦我们在这个函数的内部调用了return语句啊 整个的函数的调用流程就结束了 根本就不会进行下一次的well循环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把return改一下啊 改成这样的一个EL的 改成EL的了之后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会发现 在外面print的这个gen1的结果呢 是一个generator generator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生成器 那么这个生成器怎么用呢 有两种用法 一个呢就如同我们的迭代器一样 可以用这个next的啊 我们这样来写一下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迭代器呢 付给一个变量g 然后呢我们nextg 再一次的nextg 然后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里呢print 打印一下这两个next 打印三个啊 我们发现什么 每调用一次next的啊 它就会返回给我们一个数字 生成器的除了可以被next的调用之外 它也可以像我们迭代器一样啊 用for-in循环来便利 for-i in-g print i 下面呢我们注视掉 然后呢我们再执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它把所有的数字呢 就打印出来了 现在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下 生成器的优势啊 它既保证了我们函数的通用性 同时呢它也解决了我们的性能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生成器的内部啊 我们根本就没有保存任何的数据 生成器的内部的实质呢 是它保存了一个算法 如果说我们保存算法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是一种思想啊 根本就不会占有我们的内存 对不对 但是呢通过这个算法 不断的在for-in循环里面 去生成新的数字啊 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很多同学呢不太理解yel的这个关键字啊 下面大家呢听我分析一下 我们就拿这个next的来举例 当第一次调用next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生成器啊 它的代码会走啊走啊走 然后呢它进入了wire循环 然后呢n加等于1 一旦它遇到这个yel的了之后 它就像我们的return一样 会把这个n的值啊返回回去 但是yel的和return不同 一旦一个函数里面 遇到了return了之后 整个函数的执行流程就结束了 而yel的不是这样的啊 当我们第一次调用next的时候呢 yel的这里呢会返回一个n 那你第二次再调用next的时候呢 它将接着上一次返回的这个地方 继续去执行 明白了没有 第一次执行yel的 然后呢把这个n返回回去 然后第二次再调用next的呢 它会接着第一步这里 继续执行这个wile循环 而如果你把yel的换成return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不是生成器 直接就把wile循环给结束掉了 之前我们说过了啊 用列表推导师呢得到的n呢 它是一个列表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这里呢 你是可以得到一个生成器的 怎么做呢 我们在外面不要用这个中括号 把中括号呢改成这样的一个圆括号 然后呢我们把下面的打印的 先给它注释一下 然后我们printn来看一下啊 看见没有 这个n呢现在不再是list了 而是一个generator 生成器呢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应用啊 作为入门与进阶课程呢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要讲清楚生成器的原理性质的东西 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最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理解 yel的关键字 它的用法 对方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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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